一个像这样的画面 产生的方法我刚刚提到 第一个先切到哪里 先切到我们的那个 这个visual basic里面的什么 按右键把它插入什么 插入制定表单 另外当然刚刚有同学问几个问题 就是同学就是好像有 这个不小心关掉 这个不小心关掉 或者连这个都不小心关掉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检视里面 上面这一块要突然按总管 下面那个区块叫做属性 这个左下角这个叫属性视窗 如果说属性视窗把它挡住的话 没有关系 你可以把它往下拉一点点 这个这条线可以上下拉 然后这边这个叫工具箱 工具箱呢 你可以点一下 特别说如果你点这边 它这个按钮不能按 你点这边按一下工具箱都出来 或者如果你不从这边按这个按钮 其实在检视里面也会有个工具箱 一样嘛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呢这些功能不见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去做相关的设定 OK 所以这边大概注意 因为这还蛮多同学会有遇到类似的状况 因为对这个环境不太熟悉 另外还有遇到什么状况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同学就是突然这个东西换的地方 比如它可能放到上面去 不小心变成这样子 或者不小心这个变成这样子 面目全非了 有没有 OK 像刚刚就有同学这样 这样可不可以用 这样还是可以用 只是你用 我就觉得用不习惯 怎么办呢 你如果把它关掉重开的话 会不会正常呢 其实一样还是这样子 它因为固定了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这个也不是书上能写 我不知道这如果要写书 这怎么叙述 第一个你要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可以把它搬出来 它可以浮动 有没有 按住哪里 按住上面这个 就是专案的这个黑黑的这个 就是深色的这个地方 按住不要放可以拖拉过来 那如果你要把它搬回去的话 有个技巧 就是特别注意哦 你搬动它的时候 你的滑鼠箭头 就移到这一条 就是这一条 它的这个线的上方 就可以了 点住它 移到外面这个框框 这条线 它会变成有一个虚线 有没有 变直 有没有 好像有一个虚线 直向的 放开 它就恢复了 OK 一定要是在那个位置哦 OK 那你像这个我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怎么弄哦 不过后来为什么发现哦 这个我也是弄了好久 也是一样啦 因为有同学问我说老师为什么这样啊怎么办 搞不定 后来发现啊原来有这个地方有个机关哦 这样可以把它恢复 那再来的话检视属性 属性在这里 如果不OK的话 一样把它移到这边来 放开 哦 不过它好像 跑跑到这边 这这上面 如果你把它 再放到它上面吗 糟糕 好 那有没有乱试 啊有了有了 就放到它下面这边就可以了 好OK 好 如果等一下没有状况哦 你们就不要乱弄啦 因为到时候我怕你 弄不回来就麻烦了 OK哦 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它其实基本上就是可以浮动的 好